我們學完搖桿之後 你得到了搖桿數值 那我們最常做的事情 是把搖桿來控制一個角色移動 當我們的搖桿向右的時候 角色要向右移動 搖桿向左的時候 角色要向左 搖桿不動角色不動 向上向下相同的方式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讓我們的系統 不斷去偵測搖桿的值 然後去根據這個值做判斷 那我們根據上一個單元 我們已經知道搖桿不動的時候 A3 A2的值大概是在510或者509 那如果你向左邊移動的時候 A3的值會變成0 右邊的時候 A3的值會變1.23 A2向上的時候 A2會變1.23 向下的時候 A2會變0 所以我們有這個數值以後 我們就怎麼樣 可以來做一個判斷 如果怎麼樣 怎麼樣 假設判斷是 A2的值 我們先做 搖桿 向左 A3要等於0 所以 A3的值 等於什麼 0 這個是向左 向左 向左 是 我們往左邊移 看這裡一下 這個S座標會越來越小 所以我們的S座標要怎麼樣 假設我們移動一次是5個點 那我們要給它-5 相同的 相同的 A3的值 等於什麼 1023 這個時候 它的值就怎樣 是5 向右邊移動 向右邊移動是加 那 我們還要再來一個 那如果A3的值 怎麼樣 它是510 509 大概500多 你可以用什麼判斷是 或 或 它 A3的值怎麼樣 我們可以說 A3的值 你可以用大於 用區間 它可能大於一個值 比方說它大於500 也要小於什麼 600 它就放在什麼 這個 就介於500跟600中間 我們是 搖桿中間 510 51 當然你也可以設 509 510 這個是我們目前搖桿值 萬一其他的設備 有稍微有誤差 所以我的做法 可能就會變成說 我會希望說 我會希望說 它在500跟600之間 我判斷 它是搖桿怎麼樣 它是不動的 就是等於它沒有動的時候 這是處理搖桿不動的值 你 可能需要這樣去處理 塞進這裡面 這三個是處理左右 左右 那相同的上下 要不要做 要 把控制裡面 如果怎樣 就怎樣 拿出來 如果運算值 等於 A2的值 A2的值等於 向上的時候 是1023 這是向上 向上要把Y的值怎麼樣 加 那相同的 向下呢 向下是0 那Y的值 要扣 把它扣掉 那不動 我們還是用剛才 這一個 如果 如果 就怎麼樣 我們用 或 那我們一樣要把什麼 A2的值拿出來 A2的值可能大於 或者小於 A2的值 可能大於 500 也可能是 小於 600 我們一樣用或 那放這個時候 有一個小技巧 先放後面 再放前面 它會比較好 放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 Y座標怎麼樣 改變是0 改變是0 就不動 那這或的時候 S座標改變是0 不動 我們來執行看看 是不是正確 現在搖桿沒有動 看一下 我們的搖桿沒有動 手沒有去動它 所以我們角色沒有動 當我們的搖桿 向右邊 它就向右邊 當我們搖桿向左邊 它就向左邊 當我們搖桿向上 這樣就可以使用搖桿來控制我們的角色